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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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您也是帥哥 是 不要這樣子 人家說你看不慣 我以前沒看過隆謙這種打扮 我忽然覺得自己有點不太習慣 你心裡有一點點波濤洶湧嗎 何止 他這個人我因為認識太久了 十幾年了 所以很清楚 性情重 今天放感情的歌曲 希望不是會哭的歌好不好 我盡量告訴我自己 要把這首歌唱好 這首歌的確名是 命運青紅燈 命運青紅燈 對 這也是算演歌的一首 那小時候因為很喜歡唱歌 就常常去抱一些歌唱比賽 可是一直都沒有很好的成績 那後來鳳媽媽 就是我的恩師 鳳輝輝的媽媽 鳳媽媽 然後她就跟爸爸建議說 是不是找一家歌廳 餐廳去磨練一下 可能就會好一點 因為沒有舞台經驗嘛 後來爸爸就託給我朋友的介紹 我終於在基隆的一家舞廳上班 上班 不是當舞女 我是去駐唱 當大班 去駐唱 駐唱 這舞廳是有人跳舞 台上還是有人唱歌的 對 而且各種不同的節奏一直換 現場都是Live的 然後我就第一天去上班 都沒有什麼事情 那第二天再去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讓我這一輩子 永遠沒有辦法忘卻 而且在我歌壇上來講 是一個很大挫折的事情 請說 那就是我安排了 《苗文七陽天》這首歌曲 我要上台去唱 然後不曉得是新人 然後去到了新環境 那十幾年前 好像就是你到這個地方之後 你就是要拜碼頭 你就是要買煙 或者要請請老師 老師 樂隊老師 然後我就上去唱這首歌曲 我就跟老師講說 老師 G Key 結果老師演奏出來那個Key 我後來才知道是C Key C跟G其實差很多 差了五個Key 差了五個Key 可是那時候因為經驗也不足 所以他前奏演奏的時候 我也沒有發現到說 是錯的 Key不對了 然後我就 使出我所有的力氣 就這樣狠狠地把它 就是狠狠地唱出那一個第一個字 昂 昂上的昂 那唱完之後呢 我就 愣在那邊了 因為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 那一聲的尖叫真的很恐怖 我現在想起來都有一點 覺得不好意思 我就是這樣子 啊 然後就停下來 愣在那邊 然後當時所有的舞廳的燈光 啪一下全部打開了 然後那些五小姐啊 還有客人啊 就亂成一團 腳也是這樣踩來踩去 然後全部衝到舞台上來 因為他們以為發生什麼命案 那時候我真的很害怕 像 怎麼講 像一個很無辜的小女孩這樣 站在舞台上 我真的在那邊發抖 就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 大姐姐 她唱得比較久 她就這樣很不屑過來 就這樣 就這樣 把拜克風這樣 就搶過去 就這樣搶走 然後就很拽的 跟老師比了一個這樣子 這就是G-Key 我後來才知道 C-D-E-F-G C-Key 然後老師就演奏啦 就從頭來啦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一直看 看到他把這首歌唱完之後呢 他看了我一下 我心裡真的很難過很難過 而且覺得很丟臉 真的地上如果有個洞的話 我恨不得鑽進去 那也是我第一次出來打工 第一次出來到外面演唱 後來有碰到這首歌的機會 有 可是我不敢唱它 嚇壞了 對 嚇壞了 那也因為這首歌之後 我到老師那邊去拜師學飲 學了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再重新出發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演練 從C-Key開始 一首歌之後 然後你還要演另外那個 那個很阿類的那個大姐 那比一個舞 然後再正式唱舞 對 然後希望那個大姐在看 看她當時是多麼的惡劣 對 後來 好啊 命運成長 C-Key 啊 啊 詞曲 李宗盛 是我哭去我一切 减定生苦 愛人比愛又像風之風 人的勇敢水冷生的男子漢 但是你貴不成人 愛人比愛又像風 愛人比愛又像風 中度不怕這失敗 休會心痛苦 中度失敗是自作 愛人比愛又像風 愛人比愛又像風 No